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三月新动态 化身橘色少女 新剧动态引发讨论 精英事后 嘉行当家花旦 影视巨大女主这些title 加在在一个人身上便有了炙熟 可热的人气小花迪丽热巴 如今的的迪丽热巴入圈近十年 代表角色不胜美举 是当之无愧的顶流 身为顶流 偶尔动态自然备受关注 告别二月 迪丽热巴也晒出了三月的新动态 她发文称 三月 春天来了并晒出三张自拍 这一次的自拍显然饶有心意 自拍中 迪丽热巴依然贡献了十足的美貌 随意却不凌乱的发型 精致却不过于浓艳的妆容都在彰显她的美貌 不过粉丝的关注度显然不在这 而是她照片中的配色 虽说是春天 但迪丽热巴的照片却呈现出灰色条 灰色中匹配着橘色 橘色的口红 橘色的玉金香 橘色的手机壳 还有橘色的卫翼袖子 都让灰色焕发了生机 有别于其他的叉子烟红 一片盎然 迪丽热巴三月份的这组自拍 饶有心意 化身为橘色少女 扑面而来的文艺气息让人差点忽略了她的美貌 也让人感慨迪丽热巴不愧是百变精灵 尝试的风格太多多样 异域长相 明艳气质让迪丽热巴一直都是时尚圈的宠儿 不过目前尚未禁组的她 下一部作品也成为网友关注的对象 有粉丝里出几部对迪丽热巴有意向的新剧 有古有金题材丰富 天涯明月刀 作为古龙经典小说 天涯明月此前便被影视化 但射雕天龙八部已经有了N个版本 天涯明月刀再出新版也不足为奇 这部剧2020年已经定下影视化进程 导演是张黎 男女主依兰显示的分别是杨阳和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的杨阳在《你是我的荣耀》中吸粉不少 对于两人的二搭 双方粉丝都无意义 但问题是天涯明月刀中的女主颇受争议 女主到底是周婷还是明月新 网友众说分谈 且不论哪位是女主 人设都不算出挑 与迪丽热巴以往的大女主剧相差甚远 新怀玉公主 另一部女主出订迪丽热巴的作品同样是翻拍剧 原版于2000年首播 拿下第35届电视金钟奖八项提名 算是一部经典之作 与她名气相当的环珠格格已经翻拍 新怀玉公主其实也早有翻拍打算 如此大制作 必然要请一位有影响力的新女主 迪丽热巴则成为她的首选 该剧显示导演是曾指导漂亮的李慧珠的李慧珠导演 主演则是迪丽热巴 张云龙等一众加行演员 对于这个设定 粉丝同样不买账 一则是粉丝认为翻拍加加行大礼包的模式将消耗掉迪丽热巴的能量 二则迪丽热巴或许不适合传统古装剧扮香 她从火光中走来 两部古装剧之后 还有这部现代剧 她从火光中走来 这一次是女明星和消防员之间的爱情故事 主演依兰出定的是黄景瑜和迪丽热巴 若真能达成合作也算是两人的二单了 黄景瑜是军人专业户 迪丽热巴是美艳女星的代表 可以说是很符合设定了 但对于两人的二单粉丝却不买账 除了这几部剧 还有不少剧组都对迪丽热巴颇有意向 但都没有敲定 迪丽热巴的下一部作品也始终悬而未决 引发网友诸多猜测 敲定一部好剧实在太难 背后需要各种洽谈融合 因此急不来 不过相信身为事业型女演员 迪丽热巴不会让粉丝们失望 好消息或许就在三月的下一个转角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